如果燃烧瓶能点燃草地,游戏会怎样? 这个想法很大胆啊 不啰嗦,我们来聊聊会发生的改变 一,伏地魔懵了 这么一改,伏地魔直接就懵了 这什么玩意啊? 我好好趴着的,怎么被草烧死了? 相信到时候没有伏地魔敢一直在草地里趴着了吧 因为草地都是连接着的 只要中间不断,一个燃烧瓶能烧毁一大片草 一不注意人就没了,伏地魔会遭到大削 二,燃烧瓶减的人会超多 如果这么一改,燃烧瓶肯定会有超多人捡 即使不用来烧人,用来除草以绝后患也好呀 比如到了一个新的地方,不确定草里有没有人 就可以一个燃烧瓶扔过去,把草地给烧了 敌人也就隐藏不了了,作用实在是太大了 三,决赛圈会超刺激 如果真的加入这项机制 那决赛圈会比现在有意思太多了 因为决赛圈大多数都在野外 现在的决赛圈大家都趴着 谁也不敢先露头 除非刷圈了 这样的决赛圈很没意思 可燃烧瓶能点燃草地之后 决赛圈随便扔起个燃烧瓶就没法躲藏了 这时候就各品本事了 游戏肯定会更刺激更好玩 小伙伴们,你们认为还会有什么改变呢? 我们下期见哦